新华社九泉7月9日电力国力,李肖三,7月9日11时56分,我国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并约在火箭级上面级,以一件双星方式,成功将巴基斯坦摇杆卫星一号,和科学实验卫星PEX-EA发射上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正是继巴基斯坦通信卫星逆转之后,中巴商方在航天领域的又一次合作。 巴基斯坦摇杆卫星一号,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为巴方研制的一颗光学摇杆卫星,主要用于巴基斯坦国土资源普查,环境保护,灾害监测和管理,农作物股产和城市规划等领域, 将对巴基斯坦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也将为中巴基斯坦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空间摇杆信息服务,主要开展对卫星平台的技术验证工作。 这次发射的任务,是根据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空间与埃大气层研究委员会, 于2016年4月签署的巴基斯坦摇杆卫星一号载轨交付合同实施的。 长城二号禀运载火箭机上面级,由航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运研制生产。 发射、测控任务由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组织实施。 这是长城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79次飞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